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接下來進行新遊戲介紹企劃 希望能幫助各位朋友能快速了解新遊戲 本次要來介紹的是最近剛上市的倩余年 這是一款官方正滿授權的手機遊戲 首先來介紹捏捏系統 一開始在畫面最左邊這邊 可以選擇要用男角還是女角 選定性別後 右邊這邊可以選擇基礎典型模板 選擇一個想要的模板之後 可以進行細節定制 裡面可以變更細節調整的地方有很多 有眼眉、髮型、服裝、配飾、臉部、鼻子、嘴唇 各位朋友會依照自己的喜好 捏出自己想要的造型 若不想自己捏的話 除了用預設之外 也可以按左下角的隨機 利用系統隨機段數選擇 看換能不能出現你想要的結果 臉型決定好之後就是武器的選擇 武器有劍、雙劍、雙刃、棍、琴 男角跟女角都只能從四把武器中選擇一把 男角不能選琴、女角不能選棍 遊戲這邊選擇第一把武器之外 之後隨著任務還要開啟第二把武器的選擇 遊戲中兩把武器可以進行切換 女角的第二把武器最好選琴 使用起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接下來正式進入到遊戲畫面 因為劇情的設定雖然是虛擬的朝代 但對比歷史大概設定為南北朝時期 所以遊戲街景設計就比較偏向古代中國 人物方面則是偏向武俠風的設計 但因為遊戲又跟穿越相關 所以遊戲場景又是現代的場景 遊戲中就會看到有現代的場景 又有古代場景的地方了 但主要還是以古代場景為主 接下來介紹一些主要的系統 首先是人物養成的部分 第一個來談的是等級 因為這個遊戲是2NWPG 所以等級主要是透過解主線劇情 或者是每日任務提升 但因為要避免玩家間等級落差過大問題 遊戲有控制玩家等級的機制存在 例如主線劇情會逐日開放 每日任務人節的次數也是會有限制 有一定的控制機制 但玩家間的等差不會那麼大 再來是裝備的部分 假設一共可以穿12件裝備 裝備過主線任務會鬆一些 要拿更多就需要解每日任務取得 裝備有幾種強化方式 第一種就是強化 也是裝備發現這個加級的數字 強化需要材料跟錢 全身裝備都升到某一個等級 還會有共鳴加成 依共鳴這邊來看 裝備最好可以升到加150 我看是很有得升了 再來是鑲嵌 每件裝備都可以鑲嵌寶石上去 寶石本身也可以升級 再來是精煉 每件裝備都有起屬性 今天可以把屬性的數值洗高 但因為洗數值是隨機的 數值不定會往上升 也常會往下減 但只要不要按替換 數值就不會往下 這點請放心 最後是腰牌 腰牌又是另一個強化系統 要是功勳才可能升級 腰牌升級之後才能開放其他裝備強化 每件裝備開放強化條件都是不一樣的 再來是招式部分 每個角色都有五個招式 招式等級的上限跟帳號等級綁定 招式升級蠻簡單的 就是進來之後按一鍵升級 就可以把招式升級到跟帳號同等的等級了 最後是夥伴 有一種可以安排夥伴上陣 指派上陣的夥伴會增加玩家屬性 並可以指派一位夥伴出戰 出戰夥伴會在戰鬥時幫忙一起輸出 夥伴可以升級、升星、也可以學技能 但夥伴除了一開始活動與主線贈語之外 要拿更多的話就會需要抽卡獲得了 人物養神的部分就交到這邊結束 再來談夥伴尋訪 夥伴尋訪就是抽卡的地方 目前遊戲中只有開放兩個卡池 第一個卡池是天命所中 遊戲中兩個卡池用的抽卡道具是不一樣的 這個卡池用的是靈犀之鑰 這個鑰匙一把是四十綁定元寶 綁定元寶可以透過遊戲機制獲得 來看卡池機制 卡池機制非常簡單 就只有卡池機率 非凡60% 細有29% 爵士碎片10% 爵士整卡1% 所以要抽到整隻爵士角是不太容易的 第二個卡池是五與足比 這個卡池用的是同心之鑰 同心之鑰匙就需要用付費元寶購買了 部分遊戲機制也能拿到 但數量不多 每支同心之鑰需要120付費元寶 來看卡池機制 這個卡池的機率就不一樣了 因為可能是要付費才能抽的關係 這個卡池是從稀有開始抽起 整隻爵士角的機率提高到5% 甚至還有更強的天士角 但只有碎片 抽不到整隻的 這個也有保底機制 一開始30抽最少會出三隻爵士角 卡池部分就要到這邊結束 再來介紹商店 商店裡面有元寶商店 顧名思義就是用元寶購買的商店 裡面物品都是需要付費的元寶才能購買 再來是榜原商店 這邊就是可以用免費元寶購買道具的地方了 當然人買的品項就比元寶商店差一點 再來是特權商店 這邊需要太平玄裝60以上才能購買 太平玄裝需要儲值 或每日獲取同權銀兩才會升級 等級不夠玩家就無法購買了 再來是外觀商店 這邊目前賣的品項還不多 只有一件實裝 一件座騎 跟三件配飾 最後是銅錢商店 就是用遊戲裡面的遊戲幣 可以買部分的道具 基本上主要是買寶石鑲嵌用 再也是儲值的部分 32元60元寶 比值大約是1比2 商店這邊可以看到 銅衣絲要是120元寶 換任期一抽大約就是60元 每抽的單價相較於其他遊戲是略低一點 最後談一下主線跟戰鬥 主線部分就跟一般NORPG差不多 只要按下畫面左上的任務欄這邊 就會自動移到NPG旁邊發生劇情 或者是進入戰鬥 其他的支線也是如此 戰鬥部分則是可以手動跟自動戰鬥 大部分都是用自動戰鬥 讓系統自己放招 自己手動閃敵方招式 這邊都是用電腦玩的朋友 我要給個小建議 雖然輕易點官方有出PG版 如果操作起來不順暢的話 建議可以使用夜神模擬器試試 夜神模擬器近日發布了安卓12版本 最近新的遊戲對安卓版本要求越來越高 夜神出了安卓12版本 對遊戲的效能性又更高了 就不用擔心模擬器安卓版本太低 遊戲不支援了 我平常實況跟遊玩都是使用夜神模擬器 夜神模擬器使用上非常簡單 安裝好之後 點擊最邊上的TOS資料夾 安卓族往左滑之後 就會看到Play商店 之後就跟手機操作一樣 收集慶雨年 就可以下載遊戲開始玩了 夜神模擬器還能設定按鍵對應 就可以用鍵盤輕鬆抄購角色進行輸出 如果覺得手機打動作遊戲不方便的朋友 可以試試看夜神模擬器 若沒安裝過夜神模擬器的朋友 夜神模擬器的相關連結 我會發現在說明欄內 可以去下載使用不用錢的 就提供給有需要的朋友囉 多多談一下慶雨年的小結 慶雨年很明顯就是針對原住粉絲打造遊戲 若是原住的熱愛者 可以試著玩看看看看劇情 是否要課金就亮麗而為 但若不是原住粉絲的話 可能性一定就不是那麼大了 畢竟IP像個正滿說的遊戲皆是如此 不是原住粉就未必會打到電波 畢竟在這221BG系統都很相似的年代 能吸引人的就是劇情的差異了 其餘點就就到這 若本事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您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把鈴鐺開啟全部通知 這遊戲的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這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經濟解答各位的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或者是FB粉絲團 香港網址我會放在說明欄中 頻道經濟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時如果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三十秒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到水深藍藥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順利進進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的ETB開播 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